那這裡面因為有國有財產署的地 所以當初就協商他們要一棟獨立的辦公大樓 所以這樣子卡在中間原地保存的話 它其實會產生很多整個地下室開挖跟消限 因為最後會變成是要四十幾層的一個大樓 也會對古蹟造成更大的壓迫 那開放空間我會非常的零碎 那而且當然還有一個是民宅他們其實原來的商業店面 還是強烈的希望是在西藏目測 因此我們這樣的話其實是會擋住整個商業空間 這個民眾也是意見非常的表示不能接受 那第二個是一樣是異地 那這個我們直接就把它否決了 因為這樣子我們講的 原來的整個的文化資產保存最大價值 其實是不合適的 那另外第三個方案也研討過 在這個基地內怎麼樣來保存燒雀場 那為了配合規劃的方式 其實轉一個角度 它跟整個開放空間聯繫 就開放空間來講是最有利的 但是它卻跟我們的整個配置型態變化太大 所以我們後來也取消了這樣的一個方式 那第四個方案是我們目前大概希望採取的方式 就是把燒雀場的位置稍微位移 向西移動11.9公尺 向南大概等於是往西南邊稍微位移一下 但是所有的這個關係原來的煙囪煙道的距離 然後這樣子也可以讓開放空間更為聯繫 那因為利件還要算間閉率 所以在第一個案子方案的這裡 因為間閉率的關係 其他兩個其實也不是很合理 所以第四個方案我們比較創新的提出 將利件放在辦公大樓的一層樓的一個半開放空間 那最主要是能夠維持原來利件跟周圍的一個空間的 空間脈絡 同時可以把最大的開放空間串聯起來 那也辦塊空間也能夠提供未來的生活博物館 環保生活博物館的展示跟活動 這個是一個出發點 那目前這塊基地因為是住宅區是住三至二 容積率是400 建幣率是45 那我們最後規劃出來的就是 照剛剛建議的構想是一棟獨立的辦公大樓 跟一棟商業住宅 那辦公大樓就是國產署獨立管理 那這裡的住宅樓其實還有市政府財政局的地 還有農林所 試驗所的地 他們還有國產署如果到時候分配的話 也可以分配 主要是兩個住宅樓 然後讓居民原來的商業空間能夠保留下來 那我們這個最主要是整個導覽的 整個開放空間各位可以 原來現在規劃的就是從舉光路到西藏路 我們把整個最大的開放空間全部串聯起來 所以在這個辦公大活動空間裡 以及進來的地方 都可以進行非常多的空間展示 那整個配置的說明 無障礙的分析甚至導覽的互動的方式 其實大概都有做一個初步的規劃 那也先進行了文字法善四條的檢討 大概取了三個試點 A試點因為剛好是一個轉結 有和平東路跟舉光路的在和平東路的試點 還有C試點 那很快的給各位看一下 那它是在1、2樓的飄空 然後事實上視線是東牛阻礙道 因為在開放空間進來的地方 好 那後面還有那個管理維護計劃 以及初步的解禮計劃 那我就先暫停報告 請各位委員再提供舉證 謝謝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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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教過 原備這個案件的請教定 您好 您好 我想請教一下 那個國產署是不是一定要蓋那個動 因為之前也是一樣的那個男孩企劃裡面 我們看到很多次會包括留意蒼蠟的所請問 因為這個點除了剛剛所提到 還包括搞什麼意思等等 所以可能很難去議題調幾公司 包括它的條件 不知道有沒有可能 因為我知道臨事所未來在 現在捷運正在做忙 它後面會有拆掉的証件 所以我記得那個時候臨事所也說 他未必要在這個地方在幹一個 所以我覺得工部門的空間 如果能夠少一點的話 它這個的開放空間 就是你這個民間的那個大樓的open space 如果可以這樣看的時候 不知道有沒有可能 因為你現在就是各切一段之後 它其實是文理不見 所以那個時候我記得劉林昌老師 還蠻堅持討論這件事 那我現在不知道有沒有可能 劉老師再有代表 你再OK 太好了 沒看到你 關掉 對 好 請大家這邊請教 我們來 這個案子好 這個案子好像不是正常寫 這個案子大概是39以前在經理事業 大概是一個案子 這個案子好像看來是私人回泊 我們案子就是官主 就是 感覺是私人會國的一個保存 就是修復 修復再用之法 因為我也只是審卻過一次那一次 那檢疫後果也沒有很清楚 就是說 我們一個檢疫不曉得 可以 可以為我們 這個檢疫或是 或是根治的事情 以來是幾個來的 不曉得有幾個案子 除了去審查這個 我們問說 剛剛這兩部分 因為這個案子 分兩部分 一個是前面的無法資產下 直接修復計劃等等 也有的結論 好像該原地討論 然後呢 再利用大概就要切一 那這兩個之間呢 好像也沒有 沒有融合在一起 那當這個案子 審完以後呢 也不曉得 應該下去了 這個檢疫 就好像就有 就有 配罰單位的下去了 我也不曉得答案那是什麼 因為 因為審完以後 給例件呢 大概 應該怎麼樣的答案 這是我審過 最奇怪的一個案子 所以呢 他今天出來的報告呢 好像都已經定案了 我會不曉得這個定案 是先進去 先進去審查 所以 就是整個終始的結論呢 看不看這個報告的重要 就是 這等於是 我們今天要討論的 是不是 就是這個 戰鬥計劃 你會不會先說 這個我們今天幾個案子 是要審死的事情 老師 老師我先說明 那第一個 其實這個要回到103年之前 登錄的時候 的一個議題 其實當時 有考慮比較估計 來自理解 可是最後可以理解 你從公告資料也可以看出來 其實他 在報告的部分 是說一項保存 然後那個爐子 就是說 他只要保存那個爐子的本體 其實大概 我必須講 當時的審議委會 已經有留讓他移動的那個 那個步驟 其實已經有留這個東西 所以我們在 後來我大概來了 做接二三次到四次的協調 包括國產署 包括土地的權管 還有私人 還有建設公司 因為那時候其實登錄 大概留下這樣的紀錄的時候 所以那個建設公司 大概再登錄完就進場 那進場大概從那時候開始 就是調 第一個移出 第二個限定的時候 有沒有辦法把這個 營機啊 建幣都算進入 結果大概一直算 都是算不下來 那最好的方式 就是移到那個大樓底下 所以大概後來就草移到大樓底下 做了幾個設計 那其實在歷史建築的法規上也沒有不能移動 以前連審都沒有 但現在新的法令是要進來審 所以在這個法令之下 是其實大概延續了原先的脈絡一直在審 並沒有說跟原先103年公告的資料的脈絡是脫節的 那我必須講這個行政的部分大概是這樣 那後來我們大概能協調到就是 你要請這個管理單位 將來要好好的把這個文化資產做一個介紹 所以大概他們也願意花2500萬的部分 做後續的一些維護管理的基金 那能談到這個大概就談到這裡 那所以說所以今天這個案子進來 大概研究到這裡 就必須進來大會報告 報告當然我必須講 就是在一個重大歷史建築 現行的法律是可以做審議跟投票的 那如果最後是有爭議的話 可能就要進行到投票的階段 那我再馬上稍微簡單 就是因為只看過一次 這個結論事情好像 因為這個回覆已經回覆了 就已經很難報道 那我記得要來講的部分 就是由王教授所寫的報告 我記得的請問大概都是 什麼討啊 在這裡大概連EB這個事情都沒有 包括剛剛故作我講的這些事情 當然在這裡面我都不知道 因為我知道是這樣 所以第二部分呢 一提就是因為這些案子 沒有細看 那因為這個報告也是剛剛趴下來的多久 到底要去怎麼考慮 因為這個當然只是一個原則說移動 這個難道我見到的就是這樣 那這些相關細節呢 沒有仔細看 我也沒辦法出過太多的判斷 到底該可或不可 不曉得 這個大概是我這裡面的毛困 因為這個報告 我也沒有任何結論說 可以的或不可以 不曉得 包括剛剛副作講的這個前提呢 也剛剛才聽到 不曉得可不可以 所以我們要怎麼去討論這個案子 這前提是當初在公告說的 但是因為這個報告裡面都沒有 這不是我們定的 也不是這一屆定的 所以不曉得我也沒有開過這個會 我也是看過這一次報告 所以才會有剛剛講的這些提案 那今天像如果說 我們今天要去定這個討論 就能無疑這個事情 不曉得 因為這個 因為就是這麼多的內容 要在這個幾分鐘裡面看完 確實有很大 我想說我有很大的困難度 我想說我有很大的困難度 好 其他委員 明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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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itivo 我們給下個比例 很棒 然後再過來就是這個點是現在 臺北市在已經委託過做研究 但是還沒有進入行政程序的這個 植物園遺址的範圍 の 不至少 Or至少 至少是臨界地區 那是因為台北市文化局 當時委託的那個做出來的報告 他完全沒有做出範圍來 他的範圍是把我的報告 2006年報告書畫的圖 直接Copy了給我貼上去 我當時來問他說你這個叫抄襲 那個市政府委託你那麼大一筆錢 你最後得到的答案 跟我2006年做的一模一樣 但是他說他做不出來 所以只好拿我的報告去充斥 這件事 所以現在這個案子 假如按照文治法的 有關考理移植的條目 他將來的製作是要有其他的作為的 也就是說我們現在都同一趟蓋房子 假如蓋那一棟大樓 就是現在跟我們這個燒雀場 無關的那個大樓 就是圖上面右邊的這個大樓 就說 那麼他必須要進行文化支持 監看或者是進一步的 分作業關於高度移植 那我們現在假如要移動這個 這個燒雀場的時候 燒雀場的下面導畫也蠻殘的 所以你要做這個動作 這是我的第一個 有關於其他類燒雀場的意見 那第二個是 我還是覺得像這一類的文化之產 不斑當然是最好 那非要斑的話 那我們要想出要斑的一定的理由 因為這個既然台灣只有三個 那三個只剩下這一個 那這樣的話他就很特別啦 要怎麼考慮這個問題 我會比較站在不斑的立場 來想這個事情 能怎麼樣 所以剛剛那個郭雄雲委員提到說 究竟我們這個國家的辦公機關 還要不要那麼大的辦公室 因為臨事所跟農委會 剛剛在植物園遺址裡面蓋完 好大的一棟大園 那臨事所所擁有的那個植物園 跟他周邊的區域 基本上都是台北市非常重要的 植物園文化的命名遺址 就是植物園遺址的範圍內 那我們現在各種工程建設 已經零碎化了這個陶魯遺址 就這個陶魯遺址本來是一個 非常巨大的陶魯遺址 他的年代從五六千年 五千年出頭一點點 然後一路開市 然後到剛剛我談的 原住民的舊社 然後一路下來到 日治時代的所有的建築物 那這些 然後我們當然我們也在 那個臨事所的用地裡面 我們發現一個 在台北市現在還沒有看到的 就是燒那個黑瓦的達摩瑤 那個達摩瑤現在在中南研究院被保管 所以像這樣的一個產品性的文化制產所在的這個位置 是不是我們應該像郭熊玲委員提到了 問一問那個我們的公家單位 真的還要蓋很多辦公室嗎 臨時所把所有的實驗廠都蓋在這個範圍內 也是很奇怪的 他以前在台北市的城外 剛剛開始做苗谷的時候 可是現在在台北市的很核心的區域 這是兩個時代 1898年發現植物園遺址的時候 他根本就在城外的苗谷 可是現在他不是在城外的苗谷 他在台北市的核心地區 就跟剛剛那個城南什麼水協會所提到的 南菜園地區 這個是一連串從台北市的南門 小南門出來以後一串一直到濟州安 這完全相連的一個整個都市發展的區域 那我們怎麼樣看這個都市發展區域 當時為什麼把這個燒雀場放在這裡 事實上是要被整體考量的 那我個人是給這樣的建議 那我支持郭老師提的這個案子 然後也要多個說明 以上 最近在日本有一個近代化遺址 它是在東京都的一個叫秀山河島的一個 湖水處遺址 原來已經被燃掉了 他把它挖出來 造原藥城市 最近都要開發 它是日本的一個重要的化產 他把地圖都被燃掉 那代表日本來東京都在走向現代化遺址 在台灣日本統治時 我們很難想像 台灣現在當時還有黑死病 台灣的垃圾 還是台灣的紫蘭水完全沒有發展 所以有一個近代化的一個我們講衛生條件開始實施 所以這個焚化爐 我們講就是一個垃圾的焚化爐 才開始有它這個我們台北市的重要的近代化的開始的企業 而在這麼一個重要的設施 在日本他們可以把它變成一個國地的文化廠 然後花了很多錢去把它燃掉 維修是誰來負責的 污水處理 還是有環保單位處理 還是有環保單位在來報告 那我們這邊去把環保局不管 因為國有財產居然要把它做盧根 把它對掉 甚至要把它遷移掉 我覺得對於近代建築 我們最近在聯合國實驗議場裡面 一直在強調開始要重視 以前我們重視只是一條傳統的建築 但是近代建築是什麼要去保護 那如果說這個部分不能夠再保護的話 那什麼能夠代表我們台北市走向 現代化的一個圖境 我們最近在國五個人覺得非常感慨 如果說能夠採進去思考的東西 我現在就去思考一下 謝謝 謝謝 其實上個禮拜在楊明生 還有討論一個就是中山樓的議題 那國有財產屬呢 其實他都不想讓他在那邊被改變 因為他覺得負擔很沈重 所以我覺得全台灣 國有財產屬的土地很多 我覺得公家在這樣的 文化資產保存的價值觀下 能不能不要參與盧根 我覺得這應該是一個很重要的 不然民眾的權益我們考量 可是我覺得國家應該可以不用一起參與盧根的話 主席 我覺得舊案樂案 那個國家以後要不要參加 當然我們可以反應給我們 請他協調中央警官 而這個案子我覺得自己 我們自己台北市委員會要付一點責任 因為你留給人家條路 現在人家都做了那麼多年 我們都是幫建商講話 讓民眾的權益其實沒有人在意外 而且這個地方從指定到信散 已經超過